霍联市亲子运动会日前在县立体育馆 吸引了将近1500多名的亲子到场同乐 丰富有趣的挑战项目 各个都需要仰赖亲子来一同合作完成 让大小朋友全场跑跳碰玩得不亦乐乎 五彩缤纷的火箭气球一飞冲天 走人在欢笑声中展开活动 霍联市长韦佳燕及现议员韦佳贤 也展现十足亲和力 陪同亲子互动暖身 这个活动主要的构思是希望 透过这样的活动增加家长跟孩子运动的时间 那么减少他们接触3C的时间 那么这里面不只学养小朋友的大肌肉活动 孩子还要培养跟别人互动 因为不是自己玩 孩子跟别人互动很重要 包括跟家长互动跟团队的互动 那么所有的游戏内容都培养孩子 感觉统和的能力增长 协调能力敏捷能力 更重要的是思维能力 他碰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每一个游戏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重要过程 华联市亲子运动会日前在县地体育馆盛大举行 总共吸引到将近1500名亲子到场同乐 希望借由肢体互动增进家长与幼儿间的情感 也为即将到来的儿童节提前庆祝 希望我们爸爸妈妈都跟亲子相处 那常常有一些亲子的一些活动 那今天也邀请了我们所有所有的幼儿园一起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真的是盛况空前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有相关的活动 我们可以持续的办理 那未来我们希望在花莲 不只是花莲市而已 我们希望到花莲县能够推动各个乡镇 都能够有这样子运动的一个幼儿活动 在儿童节前庆 我相信这是最好的礼物 那么期盼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快乐当中成长 运动会中传插着许多有趣且富有挑战性的游戏项目 有的由家长及孩子轮番上阵 有的则需仰赖亲子一同合作完成 大手牵小手一起体验运动游戏的乐趣 全场跑跳碰让大家都玩的 不一乐乎 记者 许立琴 华林士报导